我们继续来看启蒙运动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霍布斯和洛克都是英国人 同学们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史学方法来分析的话 为什么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是在英国 给我一个根本原因 咱们做题的时候常见的这种题 启蒙运动首先发生在英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生产力发达是什么 可是16几几年17几几年的时候 中国的综合国力远超英国 资本主义的发达是吗 我请同学们要注意 在17 18世纪的时候 尤其在17世纪的时候 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 它在欧洲也是领先于整体的水平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时候 它会在上层建筑当中 引发相关的政治改革或革命 还有思想上的这种进步 而启蒙运动无疑是一种近代思想的进步 对吧 它所能对应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 在西欧的普及和在英国的发展 那下面这问题就来了 下一步我们该讲法国了吧 为什么是法国呀 英国占了先了 法国可占了个高潮是吧 人才辈出最精华的理论 不能说最精华 最精华洛克那也很精华是吧 但是顶级的理论一大批是出在法国的 为什么呀 按照我们刚才这个套路 要想产生这么好的启蒙思想 它的经济基础必须是资本主义很发达 是吧 法国的资本主义跟英国资本主义相比 是更发达呢 是差不多呢 还是略微差点呢 就这么能做这个评价吗 你想想看后来在英法争夺世界殖民霸权当中 谁胜谁败了 英国胜法国败了 是吧 也就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要比法国要好 但有一个问题 法国也不是太差 对不对 它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可是在英国占了个先之后 法国却爆发出最璀璨的启蒙思想 不想的结晶成果 为什么不是英国而是法国 英国不是经济基础比法国要强吗 那继续领先啊 领先了俩之后就让外给人家法国了 真的是风水轮流坐 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是吗 没这么轮的吧 法国一定有它 有英国所不具有的某种因素 不一定是优势 也可能是劣势 再听我这话 两个资本主义的经济都发展的不错的时候 对不对 英国比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好 所以它出现了最早的启蒙运动 对吗 法国有什么能够刺激出比英国那个还光辉灿烂的启蒙运动 专制 专制 为什么呀 我们来比较英国专制不专制 曾经很专制是吧 但是在霍布斯的时代很专制 在洛克的时候还专制吗 由专制走向民主了吧 由君主专制变成君主立宪了吧 刚才咱们在这写过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英国启蒙思想发展的过程当中 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完成了资本主义化的改造 它的上层建筑跟它的经济基础 是不是和谐社会啊 人家是特别搭配啊 资本主义的经济资本主义的制度 一块和谐发展 对不对 就跟一轴承似的 如果他那个 两个部件 他没有什么可碰撞的 他容易出火荒吗 他只和平的运转 平和的这么发展就完了 对不对 法国呢 法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 碰成一个什么东西 法国波旁王朝的专制 换言之 法国的上层建筑 没有像英国的上层建筑那样 适时的发生变化吧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789年 对不对 我们知道刚才也写过英国权力法案 那是英国革命结束以后建立君主立先制 最高成果的时候是1689年 是法国一百年以前 对不对 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同步发展的时候 纵然法国的稍差一点 但也不是差很多吧 可他们的政治制度居然差了一百到两百年以上 你说法国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火花 出了那个火花就非常耀眼了 他的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的启蒙运动是世界级的 中国呢 咱们更专制 你想想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这段 是中国的什么时候 对不对 17 18世纪是中国的明末清初 对不对 明末清初 中国人民创造性的玩什么呢 八股取士 文字域 锦衣卫 东厂 西厂 闭关锁国 海印 咱有的是创造性的发明是吧 咱们这些玩意儿 具专制 具束缚 对不对 咱怎么没火星 咱那经济基础不行啊 咱也很和谐社会是吧 咱那社会是另外一种和谐 咱那和谐社会里有没有不和谐的因素 就是经济里边有没有 有什么 资本主义萌芽 对吧 所以政治思想里有没有不和谐的因素 让人很讨厌的 一个叫李志的家伙 居然怀疑孔子 讨厌 黄兄熙 顾炎吴 王复芝 最大恶极 那仨人我们管的叫什么 中国的民主启蒙思想家是吧 是不是也有碰撞啊 但是由于上层建筑 太过于宏大 而那经济基础太过于渺小 一二三三颗火星出去就神马都没有了 在中国神马都是浮云你知道吗 就过去了 法国那蹭蹭蹭蹭冒出了全是大火花子 这火花的第一朵叫福尔泰 福尔泰出身于中下层的贵族 注意他这身份啊 他是贵族里的中下层 算是中小贵族 但是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福尔泰仍然是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份子 对吧 这个人极度的博学 你后世里称他是什么家呢 他是一个语言文字学家 是一个大文学家 是一个诗人 是一个剧作家 是一个思想家 一个政治家 一个理论家 反正只要跟这些沾边他全是 他也是个历史学家 他有著名的史学著作叫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大家知道吧 就声称镇绩国家的那哥们 法国的太阳王 绝对专制 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福尔泰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 那么他在自己的学说过程当中 他曾经游历到英国去 他见过牛顿 他看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他对此无比的崇拜 福尔泰认为 法国应该向英国学习 应该把君主专制改成君主立宪 所以他公然的鼓吹君主立宪好 但是他相信从绝对专制到君主立宪 那个民主制要一个过渡期 这个过渡期他叫开明专制 他不反对开明专制 大家知道什么叫开明专制吗 用于中国大俗话说就是蒙一好皇上 明白吗 有一好皇上他是明君 他虽然专制 但是他对老百姓很好 他不反对这个 他骂教皇 骂教皇是两族禽兽 骂教会 反对专制政府 他什么都干 这样的一个人物 在法国的历史上 在人类近代的思想史上 都是了不得的人 我们来看他的学术 比如说他提出 抨击天主教会是一个 倡导君主立宪是一个 这个我们都提到了 肯定是学资于英国 对吧 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 刚才我们说了 天赋人权最基本的迹象权利是什么 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 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自然权利 对吧 洛克也没说就这仨 洛克也以三个为主 这些都叫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 乃上帝所赋予 是人生来就具有的 不可剥夺 不可转让的权利 这是很重的话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理解什么叫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大家回过头去看 我们讲宗教改革的时候说过 他最大的一个成就是实现了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吧 平等这个概念请你再三再四的去强化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大家都是信上帝的人 而上帝如果不来人间的话 我们这些本来平等的人在人间应该怎么相处 能够分出等级来吗 不能啊 我们本身就是平等的吧 平等的人组成一个人类社会 组成一个国家 我们需要有高于我们的这个力量来管理我们 服务于我们 对吧 那我们要出让一部分权利吧 但是我们出让权利的这个对象 必须懂得他存在的价值是保护我的天赋人权 对吗 我们在法律面前 用法律 而不是用任何人来作为我们的统治者 这些思想非常的先进 下面这句话我想推荐给大家 福尔大肯定是用法语说的 我不会 我只好找了一句英文 他说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word t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这话英文说的不如中文解恨 我先把中文翻译给你了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听过这句话 你们比我强多了 我在高中的时候没听过 我在高中的时候完全没有听过这句话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1991年 将近二 已经二十年以前了 差几个月就二十年以前 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世界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选修课上 我大概坐在第三排的某个位置上 那天我也没打算好好听课 我这人有的时候不带招调了 你知道吗 我准备在那就这么混过去了 但是老师在上面得不得说什么 我也基本上就直接就出去了 知道说了这句话 他讲到福尔泰的时候说到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 他用的是另外一个翻译 也可以吧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迄今二十年了 我还记得我当时的感觉 如雷贯耳的感觉 就是卡拉一个霹雳 一个一道白光 从我百慧血披露 从我泳泉血披露 卡我就透了 我立刻就觉得我的脑子里边 我的心里边变得无比的清明成澈 我知道现在还记得那种感觉 有人问我 说你觉得什么状态最好 我造了一个词 叫成澈 通灵成澈 这词太给力了 给力这词是现在的词 我就特意明白 我冷静下来用理性去思考这句话的时候 咱们也可以做一个分析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 什么意思 观点完全相反 如果咱俩不是在大街上 互相抓脸 催吐沫 不是流氓打架 咱俩是在辩论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很好地 保持一个辩论的姿态的话 我如果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 是否可以推导出 我认为我全对你全错 能不能这么推导 只要我不是故意在狡辩 如果我们是在正式辩论的时候 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同意 我是不是认为你全错了 但是后半句什么意思 我将以我正确者的生命的代价 去捍卫你说错话的权利 我这个正确的人会去死 会去为你胡说八道去死 如果有人敢来限制你胡说八道 我就跟他战斗到死 有病吧 是不是有病啊 我如果是正确的 我应该拍着桌子上 你闭嘴 Shut up Get out of my way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我走的脚皮走的路都多 这屁孩听话就完了 我应该这么跟你嚷嚷才对吧 你怎么有资格跟我说话呢 你怎么有资格反驳我呢 你说的那东西漏洞百出你知道不知道 但是你仔细回过头来想想 福尔泰是什么人 他居然说出他会为了你的错误的言论 奋斗到死 这体现了什么 你跟我之间不管谁对谁错都有什么权利 平等的话语权 言论自由是高于正确和错误的吧 对吗 请大家想想这对不对 我今天认为我对了你错了 可咱们这是定论吗 不是吧 谁来判断我对了你错了 是我判断 从你的角度判断 你可能认为你对了我错了 对不对 如果自以为正确就禁止别人说不同的话 是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如数了 是不是不许别人发言了 那么你在摧毁别的言论的时候 你同时摧毁的是什么 是你自己的思想 没有挑战者 没有竞争者 没有质疑者 你怎么去发展 怎么去进步 对不对 儒家两千年的经历 是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看看 自董仲书把儒家升上厅堂 进入君王面前的这一刻开始 儒家还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 宋明理学叫什么玩意儿 那能跟孔孟相比吗 今天说儒家是孔孟重要还是成诸重要 开什么国际玩笑 孔孔孟永远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根源所在 孔子到现在初级建学校叫孔子学校 没人叫朱熹学校 对不对 你把这个要想清楚你就发现 中国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 它对政治最有利 它对思想学术最不利 对不对 当一种思想成为统治思想 当他用政治手段 严禁别人说他不对的时候 他就死了 能理解这点吗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将来在思想上不要自寻死路 你要保证一个活的状态 这个活的状态有一个外界的反对派的刺激是极必要的 天下一统的时候 尤其在思想一统的时候 死气沉沉的时代就到来了 中国历史已经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这一点 那么我如果认为你不对 我就不许你说话 这是一种对天赋人权的见答 能理解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权 他没说你有正确的言论自由权 那我说错话的权利是宪法保障的 你管得着吗 对不对 当然这个自由权不是无限制 请你记住自由永远不是无限制 你不能说我有言论自由 我说错话你管不着 早上起来伸个懒腰 在别窝里拿过手机来 给首都机场打一个 飞机上有炸弹 首都机场立刻下 全面进入 所有旅客行出 挨包检查 检查了撒中头之后 没炸弹 我逗你玩 你该拿哪去吧 没事跟119打个电话 跟接线人肯谈一下 那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你要受到惩罚 对吧 你没有这个言论自由 你没有这个言论自由 但是你不伤害其他人的情况下 你的言论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保障 也就是你说什么是没关系的 所以这一点上我就希望同学们能够考虑到 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意识到 随着教育的发展 人民启蒙程度的增加 他应该相信他的国民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你们年龄越长 越应该有自己判断的能力 当然这个能力是需要不断的训练 不断的这种实践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福尔泰这句话上来 如果我们看到这是福尔泰在两三百年以前 就说出来的针针铁骨一般的豪言 他将为一个错误言论而奋战到死 你不能不服 你不能不服 人民有表达的权利 人民有说话的权利 如果只说话就要受到惩罚 这个国家一定不是一个好国家 你到北朝鲜去 你高喊一下打倒金正日 或者打倒金正恩将军 伟大的年轻的统帅金正恩将军 打倒金三 金三代 金家父子独裁 你也就敢在这说说 你上北朝鲜 你试试去 立刻让你人间蒸发 让你抢受一下专正的威力 你在前苏联 你试试 前苏联你敢吗 今天俄罗斯有人敢骂普京 有人敢骂梅德韦 当年有人敢骂伯利尔涅夫吗 骂完的人也全部都蒸发掉了 对不对 当年有一个笑话 美国人声称 我们敢在白宫面前骂尼克松 俄国人回答 我们敢在克里木林宫面前骂尼克松 废话 我也敢 你敢不敢骂 你们自个儿那头 对吧 言论自由在发达国家是一种被宪法保障的自由 换言之 比如说你现在跑到美国白宫那去 你举一牌子 奥巴马 傻缺 奥巴马拿你没辙你知道吗 奥巴马拿你一点没辙 奥巴马可能站白宫窗上生气 哪来这么个玩意儿 敢骂我傻缺 我堂堂哈佛大学毕业生 我傻缺 我博士学位 我混血儿 我聪明 我美国总统 我精英中的精英 我怎么傻缺了 他可以告你诽谤 我明明不傻缺 你说我傻缺 你诽谤我的人 但是在美国如果名人被诽谤了 他要去告的话 他必须证明这个诽谤者是出于恶意 并且给他带来了实际的损害 这玩意儿太难证明了吧 对不对 小布什在那的时候 小布什是只猴 我后面写下 我特喜欢猴 我上这当动物人 我看猴这路 因为我特喜欢你 所以我觉得你是只猴 我充满善意 你能欺负你 你知道吗 这样的学说 这样的制度 让人们可以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都从国外去找这样的经验或者教训 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史上去 大家听没听说过一个人叫周丽王 听说过这个人吗 周丽王干过什么 罚咒 那是周五王 丽王是西周末年的一位君主 丽王只罢 丽王是一个很严酷的一个国王 那么他把山川临泽全部占为王所有 他禁止人们去打鱼 禁止人们去砍柴 所以老百姓有骂他的 他派特务到处去看谁骂我 就杀掉 丽王止棒是不许人民说他的坏话 对吧 结果导致另外一个成语 叫路人以目 路人以目什么意思 咱俩见面的时候明明认识 不敢说话 因为旁边可能有人听着呢 互相眨不眨不眼就证明你还是活的 路人以目 人民的这种怨恨这种意见 积聚在心头 无处去发泄 当时周公就跟丽王说 一个著名的成语叫 防民之口 慎于防川 知道这个词吗 堵老百姓的嘴 比堵长江黄河还厉害 你要把大江大河给堵住 他会怎么办 他会冲滑你的堤坝 对不对 你说我修三峡大坝 你废话 你在上游修没事 你在长江入海口 修一过 瞧瞧 你把长江改成一池子 他准备你撞到太平洋里头 你拦得住他吗 防民之口 慎于防川 这是周公说的吧 周公对丽王说 你不能这么指霸 你路人以目 你这不像话了 人民会反对你的 丽王不听 最后出现什么事 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 国人暴动 老百姓不能说话来泄这个心中怨气的时候 我做了你 丽王被驱逐出浩京 最后死在了王帝 这是一段历史 你难道没有看到过 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以前 两千多年 快三千年以前 中国人说出来的防民之口 慎于防川吗 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吗 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 外国人三百年前说过这话 我们三千年前说过这话 你想想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到今年 是不是快三千年了 对不对 两千八九百年过去了 我们三千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 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做不到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在美国是一个可以随便烧国旗的国家 烧国旗 你把美国新交集团不团吗 点个火烧了 打倒美国政府 随便烧吧 警察慢慢看着 要火炸吗 接你个火 最初有人烧国旗表示抗议的时候 美国警察也抓 因为有的州觉得这个烧国旗是侮辱国家 判他有罪 争来争去 最后最高法院给了一个宪法解释 烧国旗是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 烧吧 后来就落下一句话 你在一个能烧国旗的地方 你还烧这个国家干嘛 明白了吗 这国家是可以烧国旗的 你烧国旗 挑这国家干嘛 美国人对国旗很尊重 但是那尊重体现在一种 发自内心的爱 比如拿袜子上 拿国旗做一袜子 做一裤衩 美女的东西 三点式 国旗的三点式 在中国看 拿国旗做内衣 在中国的国旗法里都不允许 但是在美国随便 你说美国人 不如中国人更爱自己的国家吗 我没决出来 尤其在911之后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极度高涨 请大家记住这句 我觉得这一句 跟我们老祖宗的另外一句话 可以对上 我在这写着 子曰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民可使由之 就是民啊 老百姓啊 你可以让他跟着你走 但是你不要让他知道 那些内幕的东西 如果人民有绝对的自由 你统治着就不自由了 从这点上看 孔子也有一些非常落后的东西 我们说孔子是 我不认为他是圣人 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哲学家 教育家 你说他什么好词都行 但他有他的缺点 对不对 他鄙视体力劳动 他歧视妇女 他直接给统治阶级建言 说愚民吧 让老百姓 不要知道那么些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能看到的问题所在 好 我们知道这个 最重要的这句话就行了 福尔泰还有一些 听大家说 看下边 他说如果仅允许有一种宗教 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 如果只有两种宗教 人民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 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 大家都能幸福的生活 和睦相处 一个国家仅有一种宗教 这个国家我们叫他什么国家 仅有一种国定的国教 这叫政教合一的国家吧 政教合一的国家 政府会利用宗教来控制你的灵魂 宗教解决的是灵魂世界 政府本身已经能控制你的肉体 然后我再控制你的灵魂 那么政府就会变得专制 我记得原来那个伊拉克 就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 伊拉克是个伊斯兰教国家 对吧 伊拉克比伊朗要开明的多 你会发现萨达姆有时候穿西装 伊朗的领导人永远穿大袍的 伊拉克已经算是阿拉伯世界里 比较开明的国家了 那么他当时有人问过这个 这个就是萨达姆 说这个宗教是不是信仰自由的 萨达姆的一个回答是不是 在我们这儿伊斯兰教是国教 如果你反对伊斯兰教 或者你不信伊斯兰教 你可以自由的迁走 你可以离开我这个国家 但是离开这个国家 对这个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出路吗 也不是吧 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国家 谁规定这个国家只能信伊斯兰教 其实伊拉克在伊斯兰教国家里面 已经算是最好的之一了 因为他能够一定程度上容忍其他宗教在里面 伊拉克萨达姆政府里有一个副总理叫阿奇兹 叫阿奇兹 这个人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能够在政府里担任副总理 在阿拉伯世界里没听说过 这已经是很不错的这么一种国家 但是他仍然有利用宗教来进行控制的这种事 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只有两种宗教的时候 他们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 你觉得哪最像这事 哪个地方因为宗教的仇杀 到处跌血 德国有吗 车臣的 车臣那地方是为宗教问题还是为民族问题 民族更多是吧 你想不想到一个地方叫巴勒斯坦 巴以争端是不是主要是宗教问题 对不对 宗教问题 还有原来古代时期那种十字军东征 是不是也是宗教仇杀 对吧 包括伊斯兰教世界内部有什叶派 有逊尼派 什叶派主要在伊朗 逊尼派在其他地方 逊尼派跟什叶派争军 比如两一战争 伊朗跟伊拉克这两一战争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宗教仇杀 对不对 但如果有大量的宗教 大家就能和谐社会了 哪有大量的宗教 福尔泰说谁呢 他说这话总能有例子是吧 你敢不敢说 中国 真的 说中国呢 你想想中国从来就没有一个国教 对不对 孔子算不算国教 孔子算教主吗 不算 有人叫他孔教 有人叫他儒教是吧 但他不是一个宗教 两个问题 第一 他没有宗教的那些遗鬼 就是比如拜佛 拜神 忏悔 没有这个 没有把孔子挂在那早请示晚回报的那个 不带那门的 第二 孔子的学说是世俗的学说 他没有彼岸观怀 还记得这词吧 他不管你死后怎样 这都是宗教要管的事 所以孔子或者是儒家 后来被神圣化以后 有点类宗教的感觉 但他不是宗教 更不是中国的国教 中国没有国教 如果中国有国教 那么不信儒家的人可能就都要受到迫害 你会知道 如果你在中国古代不信儒家思想 你只要别当官就行 是吧 在民间你可以活得很滋润的 你去信佛去 修道去 上山去 当尼姑去 弄老道去 这有的事 你当隐士去 都行 是吧 你不一定非得说儒家 考科举当官 不一定 中国人是有多元化选择的 在这种国家里边 就很少有宗教仇杀 你听什么中国 中国内战特别多 是吧 我们从来是一种内战的民族 哪一个是为宗教打的 说你一种公子 我跟你拼了 俩国家为这打起来了 有吗 从来没有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国 一个多元文化 多种族 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比较好的感觉 福尔泰很赞赏这个 没有绝对的国教 没有一元化的宗教 事实上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福尔泰对中国夸得很厉害 你知道吗 他把中国夸得一朵花似的 以至于很多高考题 都羞答答的玫瑰 静悄悄的开一般的 用福尔泰的话来说 你看 欧洲人是很羡慕我们的 全世界都羡慕我们 甚至有人来攻击我这样的 你还在鼓出福尔泰 福尔泰是最羡慕中国的 大家自己想一想 为什么 福尔泰为什么会论原了夸中国 他的著作里是有不少夸中国的 但是在夸中国那些话之后 他还有骂中国的 咱一般不说 都不告诉你 但是夸中国的话确实存在 你能不能替他解释 他为什么要夸中国 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的什么时候 17级级年 清朝的康庸前时期是吧 他为什么要夸中国 康庸时期 最内容是很凡胜 康庸前时期很凡胜对吧 文字语也很凡胜 福尔泰这号人家生在中国 早切了十七八段了 对不对 尸骨不存 我敢担保 抄家灭门 幸福尔泰全死光了 为什么他要夸中国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距离产生美 他没有看到中国的很多问题 他远远的看着 萌萌隆隆中 那个地方很美 你们将来谈朋友 你就知道 距离产生美 为什么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你得搬一块过 你发现怎么这么说 臭毛病 原来都不知道 你骗我 其实人家没骗你 人家那得意 谁让你装虾没看见 被爱情愚弄的人 都是盲人 你是看不到他的缺点 所以将来同学们 找你的人生伴侣的事 你记住 如果全是感性 你离倒霉不远了 你知道吗 你得有一点点理性在 爱情本身是很感性的东西 但有一点点理性 是要干嘛 你得问问自己 在你娶他或者嫁他之前 问问自己 我能不能接受他的缺点 我如果能接受他的缺点 证明我对他的爱 是可以维系的 从你这来讲 你可以反问自己一句 我愿意不愿意为了他而改正我的缺点 明白吗 你们俩有了这个底线 这搬一会过去没问题 没这个底线 趁早 一边待着这 或者再考验对方几年 办完证还得离 多麻烦 还得分择财产 怪讨厌的 是吧 最好先试试 先把这事试清楚了 想清楚了再说 别给政府添麻烦 好 再往下 福尔泰说 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井上带着圈 而贵族的儿子生来在腿上带着踢马刺吗 什么意思 你看 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是平等的 他是用反问的方法来说吧 贵族的儿子并没有在腿上带着踢马刺 踢马刺是干嘛的 马靴上有一个尖 他是为了在马的身上点那么一下 让马快跑的 能够骑马游猎的人那都是贵族 贵族的孩子跟平民的孩子生下来是一个德性 但是是什么赋予他贵族的身份 什么让那帮人只能中年劳作 面朝黄土背朝天 一个汉珠摔把瓣 种出这些粮食来 创造出财富来 供养着这些贵族去游猎 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想的问题 一切天然能力或者说上帝造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平等的 对不对 我们举个例子 英国是一个迄今为之有养着王室的国家 对吧 人民是纳税养着一个国君 养着一个皇室在那 对吧 在英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 查尔斯王子曾经带着他的当时还是情人 现在那时候还没结婚呢 就是卡米拉 带着一帮人去猎狐狸 这个消息在报纸上一传播开来 当时英国人民就很愤怒 我们在想办法节衣缩食过日子 我们还纳税养着你们这帮王八蛋 你们还去猎狐狸 过贵族一样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就提出来要废除君主制 英国人民真要急了 是真可以废除的 国王因为没有实际权利 对不对 你要把这想清楚的话 你知道在某些特定时刻 刺激人民是很不明智的行为 查尔斯的名誉很差 在英国名誉 甚至有人提出来 干脆让威廉直接接他奶奶的班算了 我这次到英国去跟一些朋友聊天 他们说估计查尔斯是绝对不会不继位的 只要他妈一死 他立刻会继位 那没办法 因为当皇上 当国王多多带劲的 对不对 这很好玩的事 哪怕干两天再传给儿子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 希望你能够理解 英国人或者说所有曾经有过贵族社会的 传统的这些国家 那么在今天如果他没有实现贵族的平民化 应该说他就不够先进 我知道西班牙也是一个有皇室的这么一个国家 西班牙的国王叫卡洛斯伊氏 卡洛斯伊氏在马德里里边有一个王宫 那就是国王的办公室 你知道吗 他自己不住里头 他住在郊外 郊外还有一个宫殿 他每天早上开着汽车去上班 国王是他的职业 你知道吗 他一块一块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有着自个开车 他是国王 非常平民化的一个人 欧洲很多这种有贵族有王室血统的这些人 现在基本都是平民化 至少他承认人生而平等 我们中国也是素来有这种等级有贵族存在的地方 我希望同学们再次在脑海中强调平等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今天我是不厌其烦的说了好几百遍了 平等 没有平等 一切都将不存在 没有平等 神马都是浮云 肯定没信 能明白这意思吗 对福尔泰我们基本的说到这儿 好 我们来看蒙德斯丘 好 好 感谢观看